哇! 哇! 很多靚靴啊! 各位同學很久沒有在家拍影片了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秋冬必備 就是這個靴 長靴短靴究竟應該選什麼才配合自己的身形呢? 首先我們先看看一個新的法文字 今天想教你們這個 C'est un génie 那我阿公會怎樣翻譯呢? 大家都記得這個也是 C'est un génie 想色的想 或者想東西的想 C'est un génie 真的很不對 C'est un génie C'est un génie 即是說 This is a genius 那為什麼我說 這是一個天才呢? 因為前天 星期五晚 明時裝設計師 Asdeen Alaya 就過了新了 其實呢 時裝界來說 真的買少見少了 現在真是死剩這個 C'est un génie 他死了之後呢 就可以了 可以大家省錢了 我就不用購物了 沒有東西值得買的了 因為呢 其實時裝界我都幾悲觀的 因為很多大集團買了這些牌子 然後呢 就不斷轉設計師 但是又不會等錢去賠儲一些新的牌子 而呢 我們這些 消費者方面 大部分呢 就是白癡的 就是看一些明星穿什麼 報紙雜誌 講過有些什麼 就買的 其實呢 就不是真的助長到 時裝業一個健康的發展 那就算了 真是 都是我們的錯 好 介紹Boot之前呢 我想和你們說 Boot呢 那些簡單的 黑啊 非啊 那些就不多說了 今次呢 講一些特別一點的 那我們選Boot的時候 要照重些什麼呢 例如這一對這樣 清不清楚 看看 這一對呢 就是Azzaro Azzaro 出名就是 Little Black Dress 但是也有出一些Boot的 那它呢 你看到它這個 其實它這個桶呢 是很幼的 就適合我們亞洲人 我們很多時候 都比較 比外國人來說 更加瘦一點的 那所以呢 即是你要買一些Boot呢 最重要呢 就是合身 就不要那個 腳瓜呢 在一個Boot裡面 朗下朗下 這樣就不好了 那這個很合身的 那還有呢 你看到呢 它這裏呢 有個東西綁的 看到有個這樣的 這些水水的東西 那樣就變得很帥 那Azzaro呢 又有另外 我買了一對呢 你不要以為我買很多東西 我這麼多年 都坐在一起 那這個呢 就是布的 那裡面是有皮的 那個理是皮來的 但是就是布的 那這就是灰色 那這就是灰色 那很適合呢 斯文一點的打扮 很秋天feel的 那而你看到呢 這個桶呢 位呢 也是很窄很幼的 令到你這個人呢 很收場的 那 那 那有什麼 是值得投資呢 就是七匹 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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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那它是七匹 那中間呢 就是蛇匹 那樣的 然後這裏呢 又有些這樣 我很喜歡這些 碎碎的那些 不知道是否因為 因為我有些喜歡這些 什麼呢 SM的那些 邊邊邊死你 那些SM的那些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Victorian Rolf 買了十幾年了 都更新速速的 那 因為呢 我的鞋呢 穿兩三次呢 就馬上去 打掌 就是這些 那樣的 很保護到 對鞋 所以這麼漂亮 那麼來到 然後呢 買Food呢 其實除了皮之外呢 那也都 我覺得很值得投資 一對這樣 好像牛仔布 那樣的物體 那這裏 是香港 香港買的 都不知道什麼 牌子很便宜的 這個我那時候 我記得很便宜的 牛仔布 那樣呢 就是可以 給你一個 很casual的 然後呢 我又介紹一下這一對 這一對 這對呢 就是 這個 浪番的 浪番這個很有趣 因為呢 你是不是覺得 好像穿了一對高跟鞋 那樣 是不是 好像穿了一對高跟鞋 那樣 但是其實呢 就整對鞋 那這些搶呢 就麻煩不要逛街著了 很辛苦的 那另外呢 就有 這一個 這對呢 我朋友送給我的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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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通常現在都很流行 譬如你 好像是假的 其實旁邊是 Zip的 旁邊是Zip的 不用說 要你這樣 擦那些 綁繩 是不是 就是天亮都沒穿完 你的鞋 那 還有 如果呢 好像在外國天氣冷 那 recommend 這些 這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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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錯 很暖的 裡面是毛毛的 那是什麼牌子呢 看不見到嗎 紅色的 這個呢 Christian Louboutin 非常之暖 那這裡呢 驚皮 驚皮很美 我不知道看不出 但是真的 很美的驚皮 那這裡又 下雪又不怕線的 非常之好 另外呢 這對我都很喜歡 這對呢 Missoni 那也是毛毛的 那樣 那我覺得很 很Christmas的 變成聖誕老人 那些 那樣 操爭呢 又不會說走得你太累了 那這對我自己都很喜歡 還有都經常穿 總而言之呢 天氣不好下雨 等這些 一突完之後呢 哭都無謂 總而言之天氣好啊 那麼冷呢 穿這些呢 都非常之好 那麼通常呢 穿Boot 這些呢 如果你那件衣服呢 是比較緊身呢 你那對Boot呢 就反而粗一點 肥一點 這樣 如果你那件衣服呢 是鬆身 譬如你一件大衣服 好像當裙那樣穿呢 那你反而呢 就穿一對Boot呢 是窄身一點的 就千萬不要呢 上右窄下窄 要不然呢 就好像專業人士那樣了 即是站街 那好了 講完這Boot呢 那我們就講短Boot 短Boot呢 叫Bootjin Bootjin 那Bootjin呢 我就有一對這樣的 那這個是超高的 嗯 我就 都不敢拿來逛街 即是吃飯啊 那些而已 那但是就很 很漂亮 那形狀很漂亮 那這個是Hobber Claire 就說 咦 那形狀很漂亮 驚皮 那樣的 那另外呢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對呢 就是Fendi 這對Fendi 我自己超喜歡 我覺得很漂亮 很有特色 那還有呢 那裡有這樣的繩子 那些好像鞋帶 然後呢 那些 很漂亮 然後呢 那 那 那 這對我聽說 平時沒有折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這麼幸運 給我半價找到 但是我聽說 是從來沒有折扣的 那 那最近呢 就買了這對 那 那這對呀 好很多啦 這麼矮的 那為什麼我買這對呢 因為我覺得 它 很典牙 因為它前面 有個大蝴蝶 看到嗎 有個大蝴蝶 那 還有呢 那個售貨員跟我說 如果你想襯衣 你自己買個另一條 粗的絲帶 你又可以再襯 那這個呢 我經常 現在呢 走很久都不累 那 我覺得呢 設計這個 鞭蝶的人 Cetangé 都非常聰明 那 我覺得 很可愛 這個蝴蝶 不知道大家 喜不喜歡穿鞭蝶 還有這些 鞭蝶 矮的鞭蝶 其實這些呢 就容易 襯衣 鞭蝶 那些呢 你通常要襯裙 又或者 穿在牛仔褲外面 都可以 但是就欺人 穿一點 如果你對腳粗 就真是 如果你的腳粗 你反而呢 穿一個 闊身一點的 闊身一點的鞭蝶 就不顯得 你對腳呢 好像在鞭蝶裡面 很慘 很迫的感覺 好 那麼今天星期 就趕著鞭蝶先 下個星期 我看看 找不找到店舖 跟你介紹啊 OK 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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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